好 那今天來了蠻多的 好簡單 調查一下 就是有真實玩過金融商品 就是拿錢下去玩過的 就是請不要 沒有玩過的請舉手一下 讓我知道一下 沒有啊 就是沒有進場買過股票 洗過選擇權或是那個 對 好 謝謝 好 那我今天要介紹的那個套件啊 就像我在那個邀請函裡面說的一樣 就是我今天要介紹這個 匡碼的這個套件這樣子 然後呢 他其實就是 他在R裡面一個非常強的套件 但其實我今天 我最後想要介紹的不是他這樣子 我想要介紹一個叫做匡碼的套件這樣子 那 有玩過 如果就是如果對程式交易有稍微熟悉一點的話 你都會知道就是 他有很多的那個套件 有很多的軟體可以幫助我們做回撤的動作 因為我們在交易之前 我們會先測試一下我們交易邏輯 比方說什麼時候進場 什麼時候出場 那這樣進場跟出場的邏輯呢 他在整個歷史資料上 他的performance怎樣這樣子 然後穩不穩定會幫我們賺多少錢 這是我們要測試的東西 然後呢 那就會有很多廠商 他寫了很多就是套件 能夠幫我們測試這些東西 那比方說 最有名像TrayStation 像Martichar 還有外匯 外匯很多人在用MT4 就是MetaTrader做這個系統 那這些都是就是在現行就是做回撤 或程式交易工作非常常用的幾個主流的軟體這樣子 然後呢 那我先demo一個就是R裡面也可以做到 就是跟這些軟體做很類似功能的一個套件軟體這樣子 然後他叫做QuantStrate這樣子 然後就是他的套件名稱叫QuantStrate這樣子 然後呢 那我的demo是 那我的demo呢就是follow就是我那個 我之前在那個介紹信裡面啊 然後我寫到就是說 就是這邊有一個有一個部落格 然後他上面就是有一些QuantStrate的那個demo這樣子 然後呢 我會follow就是他的他的那個SampleCode 然後因為QuantStrate他這個套件 他是BestRQuantMod架上去的 所以他裡面的SampleCode很多指令都是QuantMod的指令 然後再加上去 其實你如果對QuantMod很熟悉的話 你是有能力自己寫一套QuantStrate的 那我現在demo 為什麼先demoQuantStrate 我只是先證明 啊這個軟體裡面 確實有一個套件 他可以完全取代Trastation跟Martitra 還有Evo 就是他可以做出一樣的功能 對 然後呢 那我就來demo一下那個 那個叫做 呃 QuantStrate 你看他的名稱叫QuantStrate 然後呢 那剛剛有介紹過怎麼安裝嘛 所以其實 就是安裝QuantStrate 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這樣子 因為他的套件不在Quant上面 所以你要用SourceCode進來安裝 所以呢那個我們之後的one-up 可以講一個one-up怎麼安裝QuantStrate 但是QuantMod很好安裝這樣子 對 那當然安裝完之後你就引路QuantStrate 那你看他的 他的dependency套件那麼多 TTR是專門做技術分析的 broater是他的前身 也是做backpack sitting的 就是跟multi-trastation很像的軟體 然後這邊有一些就是 你看他有dependent on Quant 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他的邏輯是這樣 你先定義一個指標 那他定義了一個叫做CUD的指標 然後他所使用到的是一個叫做ROC的 ROC的指標叫做Rate of Change 那他是 他是在那個TTR底下的 TTR套件裡面有一個叫做Rate of Change的 的東西這樣子 那在R裡面呢 你看到所有的函數 就是你都可以直接敲函數名稱 就看到他的定義 就是你就可以看到他那個函數的定義 你敲入函數名稱你就看到定義 他進來之後他是怎麼算的 那個Rate of Change他怎麼算的 他先算Lag然後相處這樣子 就是他怎麼去算這個東西 你就可以看到他的定義了這樣子 然後呢 他定義完這個指標呢 就是用Rate of Change 然後再做LocalSound RoneSound就是LocalSound 就是我今天有可能 我今天可能 就是有 有 那個喔 還是拿張圖來講好了 這樣子比較 比較會懂 因為有圖有像這樣子 大家看圖可能比較容易懂 這樣子 好 那我就拿一張圖來講 就是GateSimple是拿到那個資料的東西 然後他 我剛剛下GateSimple TWI 就是拿到台股加選指數這樣子 那他就會拿到台股的加選指數資料這樣子 對 然後呢 那ChartSeries是這個套件裡面用來畫圖的指定這樣子 然後一畫出來呢 他就畫出來了這樣子 好 好 那 剛剛的CUD他是 他怎麼做呢 他是先算出一個CUD 然後再做LocalSound 就是他可以用一個指定叫RoneSound 就可以做LocalSound 那 那什麼是RetalChange呢 他其實就是 你那個變動有多少 到底是向上變動還向下變動 這樣子 RetalChange Local的Change 然後他在對RetalChange做一個LocalSound 一個小區間加總這樣子 那他如果加總到一個就是區間裡面 有很多向上的變動的話 那就代表那個Local區間可能就是很強勢這樣子 然後他可能會進行做多會這樣 就是 就是他用這個東西叫做CUD 然後當作他的 就是 那個 BackgroundSignal 來做這樣子 對 好 那這個 這個就是他的CUD這樣子 好 那CUD定義完之後 他就定義了Signal 但是Signal你還不能交易 你還要定義 邏輯 這樣子 Strategy這樣子 就是在QuantStrategy這個套件裡面 他有 有Signal 有Strategy 然後有TradingRules 就是他有三成這樣子 有Signal 有Strategy 有TradingRules 這樣子 就是 在這裡 我們可以從這份圖片看得出來 就是說 這個 他原則上這樣子 他是 你先找到那個 indicator 然後找完indicator之後 他就會用indicator定義 然後是一個種種 你就會定義Rules 然後Rules 你就可以 可以開始做交易 就開始做可測跟模擬 這是 是那個 QuantStrategy這個套件的 就是你的設定結構 所以他剛剛 就是先用了兩個指定 就是Rate of Change 跟RongSong這樣子 這兩個指令 他就 你看Rate of Change 跟RongSong 然後他就定義了他的 他的那個 最底下的Signal 然後他接下來要定義 就是Strategy這樣子 然後Strategy 他就用他剛剛 用過的CUD這樣 拿進來 就是定Strategy這樣子 然後怎麼定呢 就是如果CUD是大於0的話 那他要做什麼動作這樣子 他其實是塞一個Switch Hold 就是他Switch Hold 就是0這樣子 他是用Switch Hold 的方法這樣子 去塞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 小於0這樣子 然後有了兩個Signal之後呢 你就可以 定義Rules 這樣子 就是 就是 怎麼去定義Rules 這樣子 然後他還可以設定那個Currency 就是你的 交易的 匯率是要用USD 還是用什麼這樣子 然後設定完之後 然後他拿的是 這個 這個指標這樣子 那你如果不知道他是什麼的話 因為他 預設是從 Yahoo Finance去 去抓資料的 所以你只要去上Yahoo Finance 找這個Signal 你就會知道 這個東西到底是 他的交易標的是誰這樣子 然後他有加上那個指數 所以其實 你就找 這個 就是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SMP500指數這樣子 對 這個代碼 是SMP500指數 就像我剛剛敲TWII 是台灣加權指數一樣 所以他現在就在 那個SMP500指數上面做回測 這樣子 就是說 那 在quamard裡面 有一個很方便的套件 叫2weekly 那 我們現在拿到 就已經拿到那個 GSPC了 因為用Gate Symbols 他就會去Yahoo Finance 把SMP500指數的 那個 的那個 東西都拿回來 那比方說 我弄 弄給大家看 他就會存在SPC 就是他 output 這個 GSPC裡面 他就存在這個名稱裡面 那我們看一下 就是你看 他就拿回來了 他有Open,High,Low,Close 然後還有Valien這樣子 就是SMP500指數的 日線交易 就被你拿回來 那 他有2weekly 2weekly 可以幫助你 就是把它變成那個 周線 就是 他瞬間就會變周線 那因為他的 交易歷史很長 你看他從1950年 開始 撈回來這樣子 所以我用Head 讓他顯示前六比這樣子 那就看到前六周的資料 就是他就把剛剛的日線 就變成周線了這樣子 那他這個就是 他在周線上做測試這樣子 不然資料太多這樣子 然後有 然後到這邊為止呢 基本上 你的交易邏輯呢 就在上面 就是 其實到這邊為止 入耳時設定完 就已經結束了 然後接下來就是 就是你的交易邏輯結束之後 你就可以把這個邏輯 用在不同的標的上做測試 那他下面就是 設定匯率跟SMP500抓回來之後 他就是決定他在 SMP500的周線上做測試 這樣子 然後他就設定就是 開始時間 還有開始金額 就是你開始的總金額是多少 這樣子 然後呢 還有你使用的 那個策略 策略是哪一個 他就是CUD這樣子 然後 他就開始跑 你就 欸 看一下喔 我 我重run一次 我重run一次 run到剛剛這裡 我在家裡測試是沒問題的啦 我繼續繼續跑一下 然後 Initial create a new 喔他要去刪掉 喔因為我之前 我之前有測過東西啊 所以就是他有東西留著 所以我要把之前測試的東西刪掉 然後刪掉以後再重測一次 他才會就是 才會有新的東西出來 這樣子他就可以設定 顯然就是 他可能有一點問題 好 那我先不要解那個bug好了 然後呢 就是說 他測試完之後呢 你按著他的程式執行完之後呢 你就會看到 就是他可以畫出一張圖 這樣子 像這樣的圖 然後呢 就是這邊就是 你每個進場點跟出場點 然後這個是 就是 你看你 這邊是你持有部位 這樣子 他最後做完之後呢 就是你持有部位是0這樣子 然後後來這邊突然進場一次 然後紅色這邊出場一次 然後這邊就是進場出場 進場出場 進場出場 然後他全部測完之後 然後還有你的那個 就是你的總金額的那個變化 這樣子 然後進場次數 這樣子 然後就會全部通通測出來給你 這樣子 你就會有一個類似就是summary的東西 那就可以 可以做出來這樣子 那 基本上 這個套件呢 是 可以那個 取代那個 traystation 的 等一下喔 我 重開一次 應該就會好了 因為應該是有一些東西 就是 他被 那個 就是 我在家裡有做實驗 所以他寫在 寫在底下沒有被洗掉 這樣子 那重開一次啊 你看他就開始做測試 然後測試 測試 就是什麼時候買進什麼時候賣出 這樣子 基本上 亂玩這段code他就會測試 這樣子 然後測試完之後 你會連測試結論一起 就是 就拿到 然後你可以畫圖 這樣子 對 他就很像就是 你用traystation或multi-chart 測試一樣 對 大概是這樣 那 對 demo這個只是 只是證明說就是說 裡面確實有套件 就是他可以 就是做到跟 traystation multi-chart 一樣的事情 這樣子 然後 對 當然就是你要寫 學會寫他的code 對啊 就是剛剛那張圖 這樣子 對 然後在那個 同一個 同一個blog 他有一系列文章 這邊有 不當12345 這樣子 然後在他的 第二篇 裡面 就是不當2 裡面 這樣子 在他第二篇裡面 他就有說 就是說 那他剛剛那個 其實交易次數很多 那他可不可以交易少一點 某種意義上有點像 就是持單持久一點 這樣子 然後 像這邊就有一個長波段 這邊買進 然後 這邊才賣出這樣子 對 那他就會去修正他的那個 Signal跟Rules 然後他就可以把他修正成 變成持單持的 比較久一點 那就是 那張圖可能比較小 所以就是 可以畫一張大一點的 我就照他的code 就是重新跑一次呢 就是 你就會看到一張 稍微大張一點的 的圖 這樣子 對 然後 那個 同鍵出問題 好 那就算了 對 對 然後 好 那 就是 大概是這樣 對 那 這個是 這是我對quonstrate的介紹 那原則上 他不是我們今天主角 因為我們今天不會講他 因為他的語法稍微太困難了一點 因為沒有quamma的基礎呢 我們看 直接看quonstrate 其實是很容易看不懂的 所以呢 我今天要講的東西其實就是 是quamma的這個套件 不是quonstrate 這樣子 好 那 看來大家就是看demo看到快睡著了 那我們就中間穿插一點點交易的東西來講好了 好 那 我今天 除了要介紹就是quamma的這個套件以外呢 就是他是quonstrate的背景 所以你一定要會他 你才有可能會quonstrate 然後呢 我還會再介紹一點點那個交易策略這樣子 對 那我希望是可以直接用quamma的建一個交易策略給大家看一下這樣子 就是不依靠quonstrate直接建這樣子 對 好 那所以我們就要知道一下交易策略要怎麼建呢 那交易的違法則呢 就是低買高賣這樣子 就是 這是賺錢的違法則 你反過來就是輸錢的違法則這樣子 你要高買低賣就是輸錢這樣子 那如果行情往上的話當然先買再買 如果行情往下的話就先賣再買這樣子 那什麼是高什麼是低 那大家有做過的大家就是 自己應該都知道就是 什麼是高什麼是低 那大概市場上存在兩種 兩種典型的trader啊 一種是做train following的 一種是做mean reversion的 train following就是 你看到一個趨勢就是 他往上走你就往上買這樣子 然後mean reversion就是 他往往 你可以想像就是 你如果看一張圖啊 就是比方說 像這樣子 比方說啊 他如果 他如果 他如果在這邊 他如果在這邊 欸 做train following的話 會覺得這邊長了一段了 他應該要往上 所以他在這邊會買進 但是做mean reversion的時候 他會覺得 他離平均值很遠了 他應該要回來了 所以他在這邊會放空 就是他兩個典型的trader 是不一樣的這樣子 對 然後 那就是 那他們的那個 反應也會不太一樣 通常train follower的勝率會比較低 然後他 可是他一段都很大段這樣子 所以他可以一段補很多段虧損這樣子 那mean reversion通常勝率會比較高這樣子 但是他每一段都很小段這樣子 所以他要避免一段很大段的虧損出現這樣子 對 就是mean reversion的操作者 然後什麼是高什麼是低 怎麼預測這種就是 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這樣子 那大家見仁見智 讓每個人其實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跟看法 那對市場的分析跟拆解這個 這其實有一些東西可以用 machine learning 的手法下去做這樣子 那 之後有時間我也會demo給大家看 然後順便廣告一下 是在之後每個月 我們MODM Mountain應該都會有一週是專門講交易的議題這樣子 對然後也會有請那個菲利普 他有見很多就是訊號機器人的 上次講那個法拍屋的資料的那一位 他也會來就是繼續幫我們介紹一些他建置交易機器人的心得 對還有就是就是如何去call那些一些API的過程的寫作這樣子 對然後就是之後可能每個月都會有一週這樣子 對那大家可以關注一下 對然後呢 那個那我們也可以來討論這個東西 那這個其實會後也可以討論 對那這個就不要為難我 然後呢 那我覺得預測跟交易其實 有很多人都誤以為 我覺得這很重要 很多人都誤以為預測跟交易操作是同一件事情 那其實不一樣 就是 因為你猜得準不一定會賺錢 但是猜得不準不一定會輸錢這樣子 因為交易其實比預測再多了一點點東西這樣子 對 就是預測可能只是預測準度這樣子 但是他不一定就是 跟你最後的賺錢跟賠錢就是不一定會有直接相關這樣子 就是就像你在賭博嘛 你如果說那個123456點這樣子 那每一點的賠率是六倍這樣子 對那你如果勝率是50%的話 那你不是雪暴這樣子 因為你每次輸都只輸一點點 那你贏一次就是六倍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贏一次可以輸六四 那你勝率50% 那你是不是做越多次贏越多錢這樣子 對 那理論上就是 那個我稱之為WL ratio 就是你贏的平均 對不起 你贏的平均數除以輸的平均數 就是你每次輸 假設我每次都壓100塊 那我平均每次就是輸100 因為就賭1到6點嘛 就被吃光了這樣子 對 那我每次贏都贏多少 六倍就是600 所以WL ratio就是6這樣子 那你的勝率只要大於 就是1 7分之1你就會贏錢了 on edge就會贏錢了 所以你勝率如果是50%的話 就趕快多壓一點 有多少錢壓多少錢這樣子 當然你要避免破財風險 這樣不能全壓這樣子 對 就是這個其實跟賭博一模一樣 就是那個 就是你在賭博的所有用的技巧 都可以用在這上面 對 然後其實那個 玩這種東西啊 有兩套哲學 一套是 就是財經系跟金融系的哲學 他們就是 就是要算那種很複雜的隨機過程啊 跟什麼Alpha Beta Gamma Theta之類的 那些風險變數啊之類的 那那些我也玩過也算過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那個沒什麼用 那有另外一個數學家 就是他也蠻有名的 叫Shanone這樣子 那Shanone呢 就是他就是用賭博的哲學 然後在闖蕩的股市 他也賺了很多錢這樣子 對 然後應該很少知道 Shanone有去賭21點 然後有賺過很多錢這樣子 然後也開 也在股市中賺很多錢這樣子 對 那其實是真的有這樣子 大家可以去查他的股市這樣子 然後他還有一個好朋友叫 Edouard Sock這樣子 他有Edouard Sock這樣子 他就是那個決勝21點電影的 那個MIT教授的原型人物這樣子 對 就是他也是用那種 就是賭博的模型下去做股票 跟做21點這樣子 對 所以他為什麼要算點 就是他要提高他的勝率這樣子 因為他的WL Ratio決定啊 你的WL Ratio就是你的 Blackjack的時候是贏多少錢 跟你每次下最小 最小的那個 押注的時候是輸多少錢 就是你就已經決定你的WL Ratio 然後再來就是提高勝率的問題 對 所以建造一個策略大概就是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他的流程就是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風險系數這樣子 而不是那些什麼 α、β、γ、θ之類的 對 我認為是這樣子 對 那你一個策略啊 就是你 再來就是 我們有說就是他有幾個層級 有那種訊號層級跟策略層級跟資金層級 那這些係數都是資金層級的問題 就是會不會破產的問題這樣子 然後再下來會有策略層級跟訊號層級的問題 那接下來我們就從最底層的訊號層級開始講 就是訊號大概有分成兩種訊號 一種是進場訊號 然後一種是出場訊號 然後進場訊號又可以分成 就是主進場訊號跟濾網 然後出場訊號大概又可以分成停損跟停利 就是停損訊號跟停利訊號 對 就是大概是這樣子 那其實在每一個裡面都有 都有那個停損跟停利訊號 比方說我輸到多少錢之後我就不做了這樣子 這也是一種停損訊號這樣子 對 然後就是 那當然最底下的你每一個策略的 就是會有這些訊號這樣子 好 就是對交易的簡單介紹 好 那我們回到 回到匡碼的 就是 我今天有申請要延長 就是我要講40分鐘這樣子 就是 原則上我們應該是每一場延長是20分鐘這樣子 好 那我講一些歷史 就是那個我個人的歷史這樣子 我以前呢是Python的愛用者 真的很愛用這樣子 然後呢 就是什麼東西都想用Python式 然後 然後終於呢我寫到那個股票 那時候回測選擇權的策略實況呢 我 然後 我決定要用Python把圖畫出來看一下 然後 我就用Python很有名的畫圖文型 叫做Metalive 然後呢 我打開它K線圖的Evento 我就發現 這個圖簡直就是難看到爆了這樣子 就是我畫這個圖這樣子 就畫出來真的還蠻難看的這樣子 就是 就是我就覺得 這樣子畫起來就是沒有Fu啦 連分析都不想分析它 所以呢 那時候就有 因為我剛好那時候在眾議院當助理 就是我有一個博士後的同事這樣子 然後呢 他就很愛用R這樣子 因為他是台上農藝所畢業的 然後就是什麼東西都用R寫這樣子 然後我就查了一下R裡面 我就發現 誒KonMod居然有這種東西這樣子 然後你看他的K線圖 就是 誒 就是你看他的K線圖 我剛剛有放大給大家看過嘛 就是 他K線圖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這樣子 然後非常非常精緻這樣子 所以說就是 就是比方說像我隨便畫一張 然後 chart series 大家可以記住 chart series這個指令 對順便記一下 然後呢 那last就是 最後的幾根K線 假設我畫 就是台股最後 400根 對對不起 就是因為我沒有 我沒有roll那個台股的資料進來 那就是 你就可以看到 他的K線 就是非常的漂亮這樣子 對 有沒有很漂亮嘛 對不對 所以說呢 就是 就是說那個 所以後來呢 我就 我就開始用R幫我的Python 就是我Python會輸出一個CSV這樣 然後我就再 再把它轉成那個 狂碼的 sts的形式 然後就把我的策略 點在上面 用點點出來 我等一下會教大家怎麼點上去這樣子 這個 就不用擔心 那個指令我都會 教大家 然後把code關上去這樣子 然後呢 呃 在這個之後呢 就是 呃 我分析東西也都還沒有用R分析這樣子 但是後來 我後來就越來越發現 R真的是一套很強大的軟體這樣 因為當初我在分析的時候 我有想要用一些SVN啊 什麼之類的 的東西去做分類 做行情分類 等於說我把行情分成 大漲小漲不漲不漲不漲 大跌小跌五類這樣子 然後我在每一天 假設我這邊稱為 就是小漲這樣子 然後就是大漲這樣子 然後就是之類的 然後就是 我在每一天都會標上說 他那一天 20天後的類 他20天後大漲 20天後小跌 20天後小漲之類的 然後就是在每一天 想要去用SVN 就抓他前面的 前面的背景資料 來拆他說 誒他到底是 就是 比方說用一些機型指標啊 那你當然處一組 可能有兩萬多尾的那個 指標這樣子 然後就可以用SVN 做Carsification 就跟我們第二次 meeting講Carsification 就是一樣 然後你就用一句 然後就去拆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用 用開準 就發現SVN超難寫的 大家要寫好幾條 拆幾十行這樣子 還給我把SVN摳出來 然後 資料還有轉換的 方式很麻煩 然後後來用R寫 我就發現R在SVN 只要一行這樣子 然後後來我就 就決定跳槽了這樣子 所以就是你們今天才會看到 就是那個 有那個 quamard demo這樣子 然後我今天才會 就是 就是 就一直都比較用R 在做分析的東西 這樣子 好 然後這個是 就是那個 就是稍微講一下 就是我跟 我用quamard一些 一些那個 一些音源這樣子 然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進入 今天的那個 demo這樣子 那 在使用quamard之前呢 我們要先 我們要先安裝quamard這樣子 那剛剛物學有介紹過 那當你安裝完之後 你就可以Library Quamard進來 然後呢 我 我重來一次好了 因為我要那個 我要介紹一下quamard 底下有三個 三大套件 還有一個叫TTR的套件 那TTR真的非常的強大這樣子 就是 我們來看一下什麼叫TTR 它主要有三大套件組 兩大套 應該是三大套件 一個叫TTR 一個叫STS 一個叫ZOOM DOO 那 XTS跟ZOOM 都是負責 處理它的 Time Series的 的結構 因為 因為當初這個套件發明者 叫RAM 它是專門做選擇權交易的 然後 SMP500選擇權 每天的成交資料 都是 就是上億筆的 所以就是你可能 一秒 就是一秒鐘內 就會處理幾十萬筆的成交資料 就會進來 所以它 它這個 就是 ZOOM跟XTS的底層全部 都是用C改寫過 這樣子 所以它的速度非常快 這樣子 然後 那這邊介紹TTR是 TTR的套件 你看左邊就知道 有做過教育員就知道 這邊全部都是 技術分析指標 然後說ADX ATR CCI 這樣子 ATR跟CCI是順勢指標 就是 就是 ADX 跟CCI 是順勢的 然後這邊也會有 就是你看 它光一個 就是 MOVING AVERAGE 你看它這邊就有 光MOVING AVERAGE 就是 你就有這麼多種MOVING AVERAGE 可以摳這樣子 就是 看你要用哪一種 都可以 就是隨便你用 這樣子 然後你們 就是大家要用的KD KD其實就是 Stochastic裡面 這樣子 然後就是 MACD 然後 那還有一些就是 像剛剛講的 ROC在哪裡 你會不會知道 沒有ROC 這樣子 它在Change裡面 它是用來 就是 最傳統的兩種 就是去Major Change 股票 變動的 指標 一個是MOMENT 一個是ROC 這樣子 對 但是這兩種都有問題 所以我都不是用這兩種 這樣子 對 那如果想知道它的問題的話 會後可以問我 對 然後那個 都有一些問題 對 在算%數的時候 會有一些問題 比方說 最簡單的問題 就比方說 你覺得上漲50% 跟下跌50% 是不是一樣的事情 這樣子 對 那也許你會覺得 金額是一樣 1萬塊上漲50% 就是5000塊 下跌50% 也是5000塊 可是 你有想過就是 如果我們用 那個 就是 函數跟反函數 動作跟反動作的 觀點來 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 就是 你一個股票 上漲50% 再下跌50% 它不會回到原價 就是 一個股票 下跌50%再上漲50% 它也不會回到原價 這樣子 所以呢 你上漲50% 有的時候 你下跌50% 又漲100% 才會回原價 這樣子 對 所以就是 你在做像這種 Change指標的時候 有一些 這類型的問題 你要考慮在裡面 對 不然就是你會 會有一些問題 然後 那個 再來就是 主要有兩個要特別講 一個是Change 一個是Rone Function 那這邊有很多Rone Function 就是如果我們想要找那個 我舉個例子 比方說像 像 像我現在 它有Rone Function Rone Min RoneMax之類的 那像我現在 就是比方說 我現在 台股的圖 圖咧 沒有圖 我怎麼一直把圖刪掉呢 那就是 我現在 假設我現在 就是 它 它就會畫圖出來 我現在要在圖上加 加任何技術指標 你看 就是 你幾乎在 你幾乎在這邊 看到任何技術指標 在Chrome Mod裡面 在Chrome Mod裡面 它都會有 那個一個 A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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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數去包把它包起來 就是 你看它會有 a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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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dd... dental Mine ... ンド a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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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ck 就是你要算那個都很簡單 那什麼是run function呢 那當然你會說 那我CCI的值又不知道我怎麼去算它呢 那不用擔心很簡單 就是你只要把TWII 然後給它一個變數 它用等號或是箭頭都可以 就是負於運算值 就是把右邊丟給左邊這樣子 那我習慣用等號啦 那有很多人喜歡用箭頭 我以前也喜歡用箭頭這樣子 然後CCI然後你就位進去啊 那在這行指令之前 我先簡單介紹一下 就是你如果不知道CCI是什麼的話 你就打一下CCI 然後它的函數所有內容都可以都出來 所以你要改寫它也可以直接CopyPass的改寫 然後就有一個新的函數了這樣子 然後呢 那你就看它要塞什麼東西啊 然後它預設是20天這樣子 然後有些參數它就預設好了 那就是比較不會就是算的不明不白這樣子 對 然後呢 close 好 那我們現在就算出一個鏈串叫做TWI TWIICCI這樣子 那它因為它算了20天 所以它前面全部都是NA值這樣子 所以呢 所以你要超過20天你才會看得到它 誒 你就看到這邊了這樣子 對 那什麼是 是RongSong呢 RongSong就是 就是我們現在 如果 我們做一個 講說RongSong 就是你可以用RongSong指令啊 就是 那它當然 你按Tab的話 它就會出現就是它的那個輸入值 R Studio可以Tab自動補指令這樣子 對 所以就是你在打的時候很方便這樣子 比方說 我RongSong我用兩天上之類的 然後就是我一樣就是RongSong完之後我一樣看前30天 啊 No 喔 S要大寫 然後我就看他的前30天 然後你就會看到 這邊148 然後如果你想要看就是說 那個兩個序列一起看的話呢 你可以用cbind這個指令把兩個序列直接bind在一起 那個 就是cbind這個指令就可以幫助你把twii cci跟那個直接bind在一起 然後30天要往外丟 cby少一個 cbylong song 打錯了打錯了少一個b 然後你就會看到 這真的是這兩天的local song 有沒有 這真的是這兩天的local song 就等於179 你就會看到他真的是local song 那你如果要算 就是因為有時候我們會算一些local song local mini 比方說local mini 可能也很重要這樣子 那你就會算local mini 那有時候可能不只算兩天 當然我可能會算10天之類的 你看local mini 這10天的local mini 是誰 然後他就會整個通話出來 所以說也就是簡單來說 就是說你可以 你可以就是很快速的就是把他的那個local song local mini 之類的畫出來 那當然你可以去 藉此你就可以implement一個就是你的 你的交易策略或邏輯 比方說舉個例子 按一下 8.06 好 應該會超過 然後呢 就是舉個例子來說 比方說那個 chart series 就是 舉例來說 比方說我今天 cl是拿close 同樣的 hi是拿high 然後op就是拿open 這樣子 然後我cl就是拿twi這個序列裡面的close 就把他的close價位拿出來這樣子 就是我現在只畫close 對 就是只有close 這樣子 然後呢 那我現在想要對close做raw song啊之類的 那我就 我就 他有一個add ta的指令這樣子 然後 就是 我就把twii 然後做那個 from min 比方說 我要算那個 他的 比方說30天最小值好了 那 那你看他畫到底下去啊 這不是我想要的 因為我想要把他兩個畫在同一張 對不對 所以你就要用on等於1 他就會畫在第一張上面 這樣子 那當然你的color可以調一下 比方說 2號 顏色可能會比較鮮艷 這樣子 然後呢 那這個就是 他的localme 你就可以很快速的 標準就是 他的30天localme 你就可以看到說 比方說 他轉有點 可能就是 好像有點在localme 就是那個切上去的 我也知道 有沒有 有沒有發現這件事 就是有 有 有 會有一點接近整個點 有一點點 那 那當然 就是 你就可以藉此去寫個 就是指標啊 什麼分析之類的 對不對 這只是介紹 localwindow 其實還蠻好用的 那當然就是 這我在介紹就是說 就是他這個 run series的 function 你看這麼多個這樣子 你看都 還可以run medium run min run covariance run volatility 就是很多人很喜歡 算local volatility 的時候 你就可以直接用這個指令 然後敲下去 看完就全部算出來 這樣子 而且他底層是C10座 所以很快這樣子 對 那個 對 就是不用等太久 然後這邊就是介紹 run function 跟 sar 就是那個 跑路線指標這樣子 對就是 你如果 如果 呃 有 應該是 要這樣子 那他應該有一個 矮的 s sar 之類的指令 這樣子 好 然後他就會把他的sar 畫上去 這樣子 對 呃 可能這樣看就是會有點那個 有點糊掉 那我們就拿 最後400天來看 我今天比較focus在教大家操作的軟體上 那之後 就是還會有之後的talk 會講到 比較偏策略建構 對對對 如果你要先有那個操作 你才知道我 我之後在策略建構的時候 下的指令就是應該 在做什麼 然後 你就可以看到 欸他的sar 就是算這個 這應該就是如果我在玩教育的話 應該還蠻常見的 但這些數字也會 你可以直接callsar 就拿到 我剛才有addsar 所以你直接畫在主上 那就是 幾乎你想得到的指令 就是 在裡面應該 都 都會 有出現 這樣子 欸 在這裡 那個 就是我們可以看一下 就是他的 他的介紹 這樣子 欸 ttr套件 就是他在 有一個 就是國際上有一個 就是很有名的會議 叫做rfinance 就是 上面有很多就是 賭徒們建造出來的 賭徒工具這樣子 所以就是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是想要知道更多的工具 請上來看他們的議程 還有歷年議程這樣子 那就是 會有很多工具啊 那我今天引用的投影片 都是從上面出來的 那當然就是 也有人嫌tdr套件太慢 所以他就寫一個fest 和那個 就是 那個feasible的那個 那個做法這樣子 那當然他是based on ttr的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欸 ttr有這麼多那個 那個 異數分析的 就是 你看他可以 他可以做哪些東西 這樣子 有那個moving average 有rcelator 哪些是rcelator 哪些是rcelator 哪些是trant detection的 沒有 這只是一個 指標簡介啊 就是說如果你不知道 你在用的指標 他是用來幹嘛的 你可以來查這張表 對 但是 就是如果你都有用過的話 其實就不用查這樣子 對 這是對新手的介紹 這樣子 然後呢 那個 好 那接下來呢 就是 我們已經 看到就是說 欸 就是其實像剛剛畫那個local local的密碼 或是畫這個跑步圖啊 就是你可以 很快速的在上面 就是見到出 就是你的技術指標這樣子 那接下來 接下來我們要怎麼 就是我們要怎麼 見到我們的 就是比方說 如果我們要回撤一個策略的話 我們可能要 要怎麼去做回撤呢 就是說 因為 有很多時候啊 就是 你如果是follow那個 quant state quant state的方法的話 你要去 去計算 因為我們在使用 trap station 跟multi-trap 我們常常會下 類似crossover 就是兩條線 crossover的 那個指令 就是說 欸 這條線跟這條線 crossover 就像我剛剛 我剛剛有畫一個 就是說 那個 比方說 像這個好了 等一下喔 這裡 對 然後 欸 再順便介紹一下 那個rstudio 你如果忘記 就是你之前打的指令 你可以按hist 然後 這邊就會有 之前打的指令 然後你直接tool console 然後他就會畫出來這樣子 對 然後 就是 現在不是這個 那個 tool console 然後 因為我要畫在第一章 嘿 就是 好 那 乾脆直接 直接用這個來實做好了 就是說 如果我們要用這個策略來做教育的話 我們要怎麼去 去計算這些 直接 直接兩個這樣子 然後 怎麼去 去計算交易解剖 這樣子 嘿 OK齁 沒有 這 這我沒有準備啦 這是現場的 就是突然 突然畫一個人就覺得 好像也可以拿這個demo 我是有準備一個我準備的啦 嘿 那我們就直接拿這個做就好了 這樣我就不用 神神的再準備這樣子 對 然後呢 那我們就先定義 這樣 有問題嗎 有問題隨時可以打到我 沒有問題 這樣子 然後先定義signals 就是 就是我們要拿的指標啊 有兩個 一個是close的那個twii這樣子 然後我用cbind把它組起來 然後一個是就是 我剛剛算出來的rong minima 這兩個東西 這樣子 那 那我的signal呢 就是 因為它是兩個xts bind起來 所以它本身也會是xts 這樣子 它一個就是twii 一個是那個rong minima 這樣子 然後呢 那它的重點呢 當然就是說 我現在就是 那個 要計算他們的差值嘛 對不對 那如果是 所以我是拿那個twii 來計算那個rong sigma的差值 這樣子 然後就是 那個 它的第一個 第一個欄位 然後剪掉第二個欄位 然後 你再看一下signal 你就會看到說 它有第三個欄位 是他們的差值的 這樣子 就是兩個difference 那difference之後呢 就是你就會想說 欸difference 那我要怎麼計算出 它的那個分界點呢 那分界點就是 你就拿difference取sign 它就變成正義跟負義 對不對 然後呢 再算difference 它就變成0跟2這樣子 你可以想像喔 就是它就是正義負義 正義負義 然後就是它如果 突然變號就是傳過去 可以理解這個東西 可以 好 謝謝 有人點頭了 我覺得有一個人點頭 就當作全部人都理解 這樣子 欸有問題要打斷我 然後那個 然後呢 那這裡面只要有非0的東西 就是 就是它穿越的點 對不對 只要有非0嘛 就是穿越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就把非0拿出來 就是它不等於0 我們先把這個訊號 拌回去好了 因為這是我們重要的訊號之一 那我們就放在第四個 一樣用cbind 就把它放進來 然後呢 就是放入第四個這樣子 好 那我們是一個呢 裡面呢 的第四個 就是 它就是那些訊號 那我們就是要找出非0的 非0的東西 非0的東西呢 那在R上是這樣找的 就是非0它就會告訴你 Return True或是False 那你如果按Witch的話 它就會告訴你位置 這樣子 對 那你如果想要知道呢 非0的日期 那非0的日期是這樣的 你要先把它變 因為它的型態叫做 XTS XTS不支援RawName這個 這個函數 你看 不支援這樣子 對 它不丟那個 Raw的Name給我 這樣子 所以呢 你如果要把它的東西拿回來 你要先把它變 變形態 變成 比方說Matrix Matrix 而是Matrix 是 什麼東西 是R交換形態的指令這樣子 然後你就會拿到所有的 那個天數這樣子 對不對 然後你再把之前的那個 我們之前 是不是有算這個 這個是那個它的 拿一天的嘛 然後它的LawName就是 欸 就是在這幾天 有那個轉折訊號 有那個 轉折這樣子 所以 就是有 有close的訊號 這樣子 所以 因為我們是拿不等於0的啊 所以 正的跟負的都拿到 這樣子 那等一下會再說 那我們就說 那個 closeState 我們就定義一個叫closeState的東西 然後給它這樣子 對 然後呢 有了轉折訊號之後呢 就是說 我們就可以 就可以在圖上把轉折標出來這樣子 對 然後我現在 就來 就來畫那個 怎麼在圖上把轉折標出來這樣子 的指令這樣子 對 那我們現在已經有一張圖了嘛 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要用那個 那個 add add symbols這樣子 然後就是 那個 那我們現在是要標在那個 交叉的地方 所以就是 那個 在提到有時候 ii 的 那個 應該是signal 在signal 的 第一個 做標上 然後標上這些日息 的 點位這樣子 好 然後它就會標上去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 就是它只要有交叉的地方 它就會 就會 標上去 就是它只要有出現 欸 交叉 它最近是交叉兩次 就會標兩次 所以它只要所有交叉 就會標上去 所以它就會標上去 那當然有可能向上交叉 或向下交叉 對 就是向上交叉 就是 所以我們就要來看啊 就是它到底是 你到底要向上交叉 還是向下交叉 對不對 所以就是我們在算這個的時候呢 它就不能是 不等於0這樣子 所以你就是拿出 比方說大於0的 然後呢 就是 那個 那個 就要再重畫一次 就是說 這邊 X series TW400 我是用最後400天對不對 欸不是 那個 我剛剛是畫哪一個 我剛剛是畫全部嗎 喔 對 這邊 這個cause全部跟這個 對不對 對 我剛剛是畫全部 那我們就重畫一次 然後呢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改成大於0了 所以它現在標上去就是 呃 就會 你看 剛剛為什麼 剛剛為什麼這邊會出現兩個箭頭呢 因為它出去又進來了 你知道嗎 所以它有一個小於0 有一個大於0 所以大於0的東西呢 就是它穿上去之後 掉上去這樣子 那它就不會不用你的出去 出去是不來 進的是正 這樣子 然後你就可以在這些點做進場加位 這樣子 對 假設你收盤架進場 之類的 然後呢就是 你就可以做一些簡單的回測 這樣子 看起來我應該時間已經超過了 對 所以呢那個回測呢 我們還是等下次再繼續講好了 對不對 因為那個超過時間太多這樣子 對都沒有讓大家有交流的時間 好 那就是 我應該會不會還繼續下一個talk 然後繼續把這個東西講完 對 然後反正有錄影呢 我大概知道 回去看一下我就知道我 我講到哪裡 然後我就下次就接著這個繼續講 這樣子 這是完全Live Demo 沒有沒有那個Rehearsal 對不對 好 那很感謝大家今天的光臨 這樣子 對 那有問題嗎 可以問嗎 對任何問題都可以 好沒有的話那就 今天就 請問一下 像這些資料啊 一開始應該可以拿哪些資料來完成的東西嗎 看你交易的商品 對 這是準備是不是興趣的 你又只是回測的話 我覺得就是 你可以拿一些 就是比較指數型的來測 就是 我 我 我再舉一個 這些都是免費的資源 對 這些都是免費的資源 就像比方說 你看這樣 可以繼續錄沒關係 對因為我要繼續講 然後那個 這個 像狂貓的那個 欸 狂貓哪去了 這邊 就是你看喔 它 GateSymbol裡面它其實包了很多 你可以呼叫 買Seql指令 然後你可以呼叫就是 Seqlite 然後RData 或是什麼之類的 像它匯率的部分 匯率的部分 它都是去拿這個 就是 OANDA 這個 這個網站 ODA ODA 這個網站這樣子 那 那在R裡面呢 你如果不知道怎麼去呼叫它的話 你就是打Example 這我上次講過嘛 對不對 就是GateSymbols 然後呢 然後 Gate 為什麼 搞出這個呢 GateSymbols 這樣子 然後點 那個 OANDA 那它就會自動 自動幫你填這些 就是填Example出來 這樣子 然後你就可以照抄一次 黑 這是美元對歐元的資料 這樣子 然後你就拿到一個資料 在USD EUR 這樣子 然後 這就是USDEUR 請說 那 那要怎麼找跟台灣有關係呢 那很簡單就是說 你看喔 如果我想要知道台幣對美元的匯率的話 你就用TWDEUR USD 那你就會看到TWDUSD 這就是傳說中最近升值升了很多 但是美元指數會拼命漲的東西這樣子 就是台幣明明就一直在升值 但是美元指數還是一直在漲 這是傳說中台幣這樣子 好 那如果 因為這是用台幣看美元啦 但是 這不是我們習慣看的方向這樣子 我們習慣看的方向應該是這樣子 對 所以你就可以拿這個 然後你在畫的時候你就畫 USD TWD 這樣子 他就畫出來了 台幣對美元的圖這樣子 然後你就會看到 最近 聽說今天扁破29塊這樣子 然後尾盤又被央行撈起來這樣子 欸 為什麼沒有出來 然後呢 就是 這個大概是這樣子 那你會覺得 台幣的周線這樣子 就是日線 我沒有要交易那麼長這樣子 我要看周線 你可以用 2weekly這樣子 然後他就變周線 就變成台幣周線圖 就變成台幣周線圖 就是 只要每次升值或是貶值 央行就會開始做無公圖 你就會看到很多角 這樣子 然後很長的角 就是傳說中央行就在做無公圖 這樣子 然後呢 那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因為他其實 對對 high frequency trader其實也很 很友善 你按to 按那個table 你就可以看到他所有的to的指令 你可以 把分中線變日線 to daily to hours 把分中線變小時線 to minutes 把分中線變五分鐘線 三分鐘線 這樣子 或是你看to 三分鐘 to五分鐘 to三十分鐘 to monthly to periodic 就是你隨便定一個priotic這樣子 就是那這些都是用c寫的函數這樣子 所以他走得很快這樣子 對 對 那就是 就是你只要有那個最原始的東西 然後你要切換成 就是不同3L的時候 他其實是非常快速度 對 其實是很好用的工具啦 就是在這邊推進給大家 對 那應該還會有趣 對 那大概就這樣 今天就先講到這邊吧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谢谢大家